好,在看完了这个生死段语之后呢 咱们来看看13课的课文部分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一段,第一句话 它说 The deepest hole of all are made for all you And it go down to as much as 25,000 feet 它说世界上最深的洞 就是为开采原油而弄出来的洞 这深达地下两万五千英尺这么深 这句话语法比较简单 咱们看看词法的细节 它说 为开采原油弄出来的洞是最深的 它这个弄出一个洞 这个洞词用的是make 为什么make呢 因为make这个词不强调任何方式 如果强调方式呢 可以换洞词 比如咱看个这个表格 如果钻头钻一个洞 钻一个眼 咱们生死路讲过 叫bore a hole或drill a hole 叫钻一个洞 用针扎一个眼 叫prick a hole 用针这个方式扎透 那么笔直的冲出一个洞 像射钉枪的洞 冲一个洞 叫punch a hole 那么用铁线挖出一个洞 叫dick a hole 用榔头敲出一个洞 叫knock a hole 用枣子枣出一个洞 叫chop a hole 用牙咬出一个洞 叫eat a hole 像虫子咬了一个洞 像老鼠用牙啃出一个洞 野兽或老鼠啃 叫knock a hole g-n-a-w-g-e-silence 这不发音的 叫啃一个洞 但是这个make a hole 用make这个词是不强调任何方式的 本文中make呢 是有深意的 为什么呢 就是甭管你是用什么方式弄出来的洞 甭管你是比如说钻出来的 扎出来的 冲出来的 挖出来的 敲出来的 凿出来的 咬出来的 啃出来的 最深的洞 就是开采原油所弄出来的这个洞 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这个洞有多深呢 咱们看后半句 他说暗暗地变了连此引出变了句 they go down to 这个they refers to the deepest holes of course 当然指的是那个最深的洞了 这go down to 本文中是字面意思 就是往下走了 这都往下打吗 打着眼儿吗 但go down to 因为它本身的一些派生意 比如go down to 类似于中文 它可以表达南下 就往南走 上北下南 你比如说 I'll go down to杭州 tomorrow 我明天南下去杭州 如果现在在北京 杭州在咱们南边 南下 那北上呢 叫go up to 叫上北下南 这个并不是上空下空了 指南北也能用它 I'll go up to大连 tomorrow 如果我在北京 去大连是北上 可以这么说 那么还有呢 go down to go up to 还可以表示 另外一个意思 go down to 可以表示 由重要的地方 去次重要的地方 那么go up to呢 由次重要的地方 去更重要的地方 你比如说 看一下例子 go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我到乡下去 我到乡下去 或者下乡去 为什么这下乡 到乡下去呢 这农村的地位 比城里要稍微低一点了 因为发洪水的话 咱们要保卫城市 因为城市的含金量更高了 对吧 但是要是上城里去呢 go up to town 今天我上城里去 咱们很少说下城里去 对吧 从农村到城市走 去更重要的地方 go up to town 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这是南下北上 还有中药次中药 可以用它 本文中生字面意思 就往下 有多深呢 as much as 给深达这么深 两万五千英尺这么深 这个深达呀 咱们干脆把它搭配 就可以背下来了 还是赖史雄老师说过 看过的在写 听过的在说 这个搭配咱们见过 放凶没问题了 go down to as much as 表示深达 一般强调这个特别深了 比如这个井 井有100米这么深 深达100米 井是 W-E-L The well goes down to as much as 100 meters 就好了 那这有多深 可以用它 但有多深的三册 我们也见过另外一个表达 咱们回顾一下 新代典英语第三册的 十七课 世界上最长的吊桥 有这么一个片段 它叫 The platforms extend to a depth of over 100 feet under the sea 这平台在海平面之下 深达100多英尺 这个深达 叫延伸到了这么一个深度 这是固定搭配 extend to a depth of 固定搭配 叫深达 因为在另外一课书中 也出现了 看起来并不是很随意用的 你比如三册的第42课 就是当代洞穴人这个课 三册42课 有这么一句话 The deepest known cave in the world is the goofburger near Grenoble It extends to a depth of 3723 feet 它说 这个世界上最深的洞穴呢 就是Grenoble附近的 Golfburger这个大山洞 它深达 3723英尺这么深 你看深达 叫extend to a depth of 这固定搭配 可以总结出来了 extend to a depth of 深达 比如刚才我们用嘴说那句话 这个井深达100米 用这个怎么说 The well extends to a depth of 100 meters 就好了 这是深达 那有的时候我们还说有多高 不能光是深的 有时候高啊 有多高怎么说呢 看过再写 听过再说 先复习三册的第三课 无名女神 有这么一个搭配 She stood three feet high and her hands rested on her hips 这个女神像 有三英尺这么高 她的手呢 搭在臀部上 插腰站立 这个有多高 叫stand 打打打 后面加补足语 high 这个stand是个系动词 不是站 表示有多高 这是书面也都表达了 对吧 这个可以 这是一个重点的有多高 还有我们在 第七课 第三课的第十七课 最长的吊桥里边 还有一个有多高 咱们刚才看到有多深了 十七课又出现一个有多高 对吧 Above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the towers rise to a height of nearly 700 feet 在海平面之上 这高塔呢 高达七百英尺左右 这么高 高达就上升到的这样一个高度 rise to a height 这个结果也可以用 rise to a height of 表示有多高 对吧 这个 比如我们就造过去 这个塔 有一百米这么高 the tower rises to a height of 100 meters 用刚才的stand加high怎么办呢 我可以说 the tower stands 100 meters high 也行 这表示有多高 你看这里面都出现了什么高度 深度 延伸到了这么一个深度 有多深 上升到了这个高度 有多高 这个结构呢 类似 放在一块记得有规律 你看我们甚至看 这个著名的布朗宁夫人 写爱情诗的片段 布朗宁夫人写爱情诗 是相当在行的 她也是非常著名的英国大诗 在一次评比中 她仅以微弱的优势 西拜给大诗人 这个科罗律志 而没有拿到桂冠诗的称号 但确实也是女诗人中 相当有名气的 就好像在中国的李清照一样 那些爱情诗歌 感情细腻啊 咱们看这片段 看它是怎么描述的 好 咱们就看这个片段 这个诗的名字叫 How do I love thee 我怎样来爱你 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爱你 这个the注意是一个古文的 比较稳稠稠的用法 在古文中呢 这是you的binger 你的binger 我们知道在当代英语中的you 这部分主格和binger都用you 但在古文中呢 主格叫thou thou 叫thou binger叫thee thee 还有属格 属格当代英语中的you're 你的在古代英语中是thou thou 主格是thou thou binger theed 首格是thi thee 在这是binger How do I love thee 我怎样来爱你呢 Let me count the ways 让我来意义细数 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爱你 他说了 I love thee to the depth and breath and height my soul can reach 你看他本文中这个 有多高有多深表达非常类似 他说我爱你 因为我灵魂能够企及的深度 宽度和高度来爱你 就是我整个灵魂 全部的灵魂 能到达的这个范围 这个空间 全部灵魂都爱你 这个非常非常动人的这么一个 这个诗格 你看这个有多深有多高 这个同时可以把它记住了 我们把这片段再听一遍 体会这个女诗人这个情感 How do I love thee How do I love thee Let me count the ways I love thee to the depth and breadth and height my soul can reach 这是多深多高 可以顺便记住 回到文中 他说又甚大两万五千英尺这么深了 那么有人就担心 那你是这么深的重 你这个人怎么下去呢 底下没有氧气了 作者打消你的顾虑 他说 But we do not need to send men down to get the oil out as we must with other mineral deposits 这个我们看看语法成功的分析 这个逗号之前的 可以看在记者的主句 他说我们并不需要呢 派人到这个洞的下面去 把石油弄出来 而正如我们对其他那些矿藏 必须这么做那样 对于什么煤矿啊 金矿啊 必须由工人 叫矿工到井下去 但石油是不需要的 是这么一个 那么as引导的当然是个方式 状欲从具 as we must 后面少这个微移动词 其实省略的是as we must send men down 那前面出现send men down 这里都知道要用什么词了 后面就被省略了 但as依然引导的是个方式状欲从具 正如我们要派人下去 方式状欲从具中 在主具中出现的成分 是可以省略的 那么这个知识在未来18课 咱们可以再次复兴 好 这是我们看到 当然send men down to 就派人到下面去 打发这个派钱 都可以用这个send的这个搭配 它的搭配很灵活 这个打发某人去做模式 咱们可以叫send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如果打发某人去的某个地方 直接加借次to 本文中是加借次to了 这都可以 后面跟地点就好了 对吧 比如说send a boy to buy some beer 打发这个男孩子去买些啤酒 去去去买啤酒 再加上来客人了 这个to是动词不定是符号 去做模式 同样的send a boy to school 打发孩子去上学 send a boy to bed 快快睡觉去 打发孩子去睡觉 这打发某人派遣他去做模式 当然这个to school to bed 因为强调的是school和bed这个功能 所以前面就不加贯词了 正如去睡觉就go to bed 不用go to the bed 去上学就go to school 不用go to the school 是一样的 如果你加上贯词 to the school 就派孩子到学校那去 就不知道办什么事情去了 那么send a boy to the bed 打发他去床部那 可能拿什么东西去了 这个强调功能就不加贯词了 这是派遣的打发 他有一个升级的书面一版本 就是dispatch 同样的搭配也一样 既可以跟to do 也可以跟jst to 去某个地方 我们分别读一下 注意后面要着话 dispatch dispatch 好 还是打发派遣 咱们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 the government dispatched 100 police to restore order 这个政府派了100个警察 去恢复秩序 这个to是动词不定词 police 老实说过 这个词表示警察 本身就是负数 不能再加s 而且不能用one police 应该说one policeman 对吧 这个词本身负数 再加jst to也一样 an ambulance was immediately dispatched to the area 一辆救护车立刻被派往该地区 叫be dispatched 加jst to 派遣 可以这么来说 这是看到这个词 那还有好多好多 让人去另外一个地方的表达 咱们不妨做次总结 里边有个词叫transfer somebody 后面加jst to 什么意思呢 这个一般表示工作的调动 才这个公司到那个公司了 从公司的这个部门调到那个部门了 工作的调动 我们用transfer这个词 你比如说 he was transferred 这儿的注意双鞋儿加一地中毒兵器了 to our Shanghai branch 他被调动到了我们上海的分公司 这个branch呢 本来叫大树枝 派生意就是分公司了 被调动到上海的分公司 可以这么说 工作调动 还有一个post somebody to 也是加jst to 这个一般都是表示把政府官员呢 军官呢 派驻到外国或者外地 一般是政府官员或者军官派驻到外国或者外地去工作 这个是用post 同样可以看例子 he was posted to the embassy in London 他被派驻到伦敦大使馆工作 embassy 就我们说的大使馆了 这派驻政府官员或军官到外国外地工作用它 还有一个也是把人弄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们用transport somebody to transport本来是运输的意思 把东西运到这个地方 如果把人当东西这么运 那可见是不太好的意思了 所以这个词可以表示流放 充军发配 我们读一下 transport 流放到某个地方去 比方说 he was transported to Siberia for life 他被终身流放到的西伯利亚去 这么说 be transported to 被流放充军发配到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for life 这个在三册第九课我们讲过 就是这个后半生余生 但中文中也可以翻译着终身 它被终身流放到西伯利亚 其实这个for life呢 它的字面还是for the rest of one's life 在某种的余生后半生 因为如果真是终身一辈子的话 应该叫all one's life 或者throughout one's life 但本文中用all his life就不对了 为什么呢 它就之前没有在西伯利亚嘛 后半生在那个地方 所以在中文中都是终身 英语中是分开的啊 比如说以后 我会爱你一生一世 这会怎么说呢 i honey i love you 不能说all my life 你以前都不认识我 你以前怎么爱我呢 i love you for life 就是我后半生只爱你一个 这是终身 这个人终身残疾 因为事故导致终身残疾了 也是后半生吧 出事故之前 他没有残疾 比如说他终身成瘸子了 he was crippled for life 所以这个for life是余生后半生 但中文中也可以全疑地反映成终身 终身流放到西伯利亚 就后半生都不能回来了 这相关的几个词 同时记中 那回到文中 说我们不需要啊 把这人呢 派到这个下面去 然后把这个油呢 把它弄出来 to get all you out 这个 当本文中这个 send them down 后面加这个to 是动词不定是to来 to do来 派遣他去做这个事 正如呢 我们对于其他矿藏 必须把人派去一样 你看as we must 后面省掉了send them down as we must send them down with other mineral deposits 正如我们在对于 这个whisker里边对于来 其他的mineral deposits 怎么讲 就矿藏 地下的矿层 那必须把人派下去 才能把矿石弄出来吗 但是我们石油却不用 as 引导的方式状元存在中 那么在主具中出现的成分 后面一般可以省余了 这个知识未来18可 咱们会进一步说 为什么呢 第三句话说了 你想下也下不去 这眼儿太小了 看第三句话说 the holes are only borrings less than a foot in diameter 它这些洞啊 仅只是攥出来的一些孔而已 那么直径还不到一英尺呢 你想下都下不去 这个boring咱们说是攥出来的孔 是可数名词 这个less than呢 是表示还不到什么什么 那有人可能有疑问了 说是中学老师讲过 这个less不是修饰不可数名词吗 后面那个a foot in diameter 是可数名词啊 为什么不用fever than呢 这个是个知识点 顺便可以记住 less than加数词 还不到什么什么 读过后面跟计量名词 咱们不用fever用less 什么叫计量名词呢 特别好记 就是时间距离或者金额 对吧 20分钟100里地或者200美元 这个时候前面用less加then 而不用这个fever than 本文中呢 a foot是距离啊 长度嘛 这个用的是对的 我们看几个例子 less than twenty minutes 还不到二十分钟 不要用fever than twenty minutes 因为它表示时间 像本文说less than the food 还不到一英尺呢 不能用fever less than two miles 还不到两英里呢 这也是距离 同样less than ten dollars 不到十美元 这也是less than 因为它后面跟着是金钱 跟计量名词要用它 这个但是 这要是更具体的 这个可数名词 不是计量名词 按照经典语法 确实应该用fever than fever than加数词加 除了计量名词之外的 普通名词 这个时候用fever than 比较经典 我们看例子 there are fewer than twenty applications 我说申请表 还不到二十分呢 二十分申请表 不是时间距离金额 这用fever than 比较重归重继一些 再比如说 the whole of Switzerland has fewer than six million inhabitants 而瑞士是个小国 整个全国人口加在一块 还不到六百万人口呢 还不到我们普通一个城市呢 这个fever than 我们跟六百万人居民 它不是时间距离金额 那么用的是fever than 是正确的 但是咱必须要明确 在当代英语中 这个限制已经非常非常模糊了 很多人 甚至相当高的比例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 也用less than 来代替fever than 就是在当代英语中 有一个fever than 慢慢消失的一个倾向 一个趋势 less than 这个情况下也可以用 当代英语中 也是屡见不见的 但是在国内考试 像高考啊 四六级啊 考研英语啊 很多初题老师 还是坚持传统观点 在这个时候 这个情况下 还剩fever than 好一些 尽管我们知道 在当代英语中 其实这个限制 慢慢已经消失了 这是这个 less than和fever than 但注意 还有一个容易翻译错的地方 就是no less than 和not less than 如果下面叫no no less than 这个时候一定加数词 后面还是计量名词 时间距离金额 这个时候 你要翻译成 足足有这么多 有什么什么之多 这个no less than 是个语气词强的 数量特别大 而不要把它翻译成 不多余 你要翻译成 不多余呢 是一个大概的数量 足足有 后面跟的是精确数量 它不是不多余 而是强调数量特别大 如果是这个 当然是这个 这个并不是不少余了 我说错了 是不少余 并不要翻译成不少余 而是足足有什么什么之多 那么 但如果非要表示 至少有或不少余呢 我们用not less than 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not less than 才翻译成至少有 或者不少余 它当然是跟一个 大概的数量 至少有这么多 具体多少我不知道 但no less than 是真的有这么多呀 足足有这么多 强调数量之大 来我们同样看下例子 he won no less than one million dollars in the lottery lottery 咱们在第四课讲过 就抽彩给奖法彩票 他在这次彩票里边 赢了足足有 一百万美元这么多 no less than 表示确实这么多 足足一百万 就是一百万美金 如果不知道赢了多少呢 可以说 he won not less than one million dollars in the lottery 他这次彩票 至少都有一百万美金了 究竟多少 也可能二百万 我不知道 最少有一百万 注意no less than 和non less than 当然 less than 后面一般 也是按照经典语法 加伎量名词 时间距离金额 这是金额吗 这个用的对 那同样的 如果修饰了 不是伎量名词 是其他的普通名词 经典语法 一样还是用 no fewer than 和not fewer than 含义类似 no fewer than 是足足有这么多 而不要反正不少于 但not fewer than 是不少于 或至少有这么多 这个 当然我们也得明确 在当代英语中 在这种情况下 也越来越多的人呢 这个把它用 什么no less than 或not less than 来代替 就是fewer than 这个结构 慢慢有被淘汰的趋势 但是在经典语法 我们还是把它分开好一些 尤其国内考试 很多老师 这个坚持着 这个经典语法 比如说看这个 no fewer than a thousand people came 今天来了 足足有一千人 这确实就是一千人 确实是精确数字 足足一千人 想的数量很大 但not less not fewer than a thousand people came 说今天来了 我不知道多少 但打一眼一看 少说的一千人 至少有一千人 具体多少我不知道 no fewer than not fewer than 这个含义的区别 跟fewer和hundred less 区别一样 但注意这个除了计量名词之外的经典语法用fewer 但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在当代应用中很多人也倾向用less的 国内考试还是分开好 那么不多于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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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这么一点 这个是只有一个版本 因为much和many它的比较集都是more 这个就不分了 no more than 反映成只有这么点是强调数量之少 是个语气词 那后面呢 跟的是精确的数量 但not more than 反映成最多就这么多 它跟着这个概要的大概的数量 这个部分是什么计量不计量名词的都一样 你想 no more than twenty people are present 它怎么翻译呢 来了才二十人 来了只有二十人强调数量之少 no more than 相当于only 仅仅这么点 确实是二十人 但下面这个 not more than twenty people are present 今天出席的恐怕呢 这个最多呢 也就二十人 可能十六七十二三 超不过二十个人 具体多少我不知道 这是只有和最多 这个区分开 好 再回到文中 它说呢 直径还不到一英尺这么大呢 这个直径啊 用的是diameter 这个当常识可以背起来 我们读一下直径这个词 diameter diameter 这个也好记 因为dia 这个字头表示across 穿过去 meter 跟刚才我们生死中看的那个geometry 那个metry一样 还是表示测量或丈量 穿透了 量量长度 不是直径吗 把圆从这边穿到那边去 中间的长度 是直径 非常好记 再读一下 diameter diameter 这是直径 在我们ICT 包括直径 译考试里面 我们有数学部分 那经常出现半径 顺便记住就好了 大声对下 radius radius 直径的一半 叫做半径 还有一个叫口径 枪炮的口径 其实枪管 枪口的直径了 咱们叫口径 用这个词大声对吗 caliber caliber 也是直径的一种 1、2结尾 它是美式 2、1结尾的英式 叫枪炮的这个口径 派生意也可以表示 一个人的能力 口径越大 能力 枪炮威力越大 能力越强嘛 能力也空大 好 这个题字 我们看到这儿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句话 下句话说 My particular experience is largely in OU and the search for OU has done more to improve deep drilling than any other mining activity 它说我的个人经历 主要是在石油 在原油方面 并且这个对原油的搜寻 比其他任何采矿行动 在改善声孔 钻探技术方面 这个贡献作用 都要大 都要多 这个我们先看看前面 这个My particular experience 注意这个particular 这个翻译 不要翻译成我的特殊经历 它的经历 没有什么特殊的 particular是多一词 不但可以表示特殊的 特别的 与众不同的 也可以表示具体的 或者是个人的 所以本文中翻译成 我的个人经历 这就对了 注意它可以翻译成specific 或者individual specific是特定的 具体的 individual是个人的 个别的 比如说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这个相当于 in this specific case 在这个具体的例子里边 而不翻译成 在这个语中不同的例子里边 在这个特定的 具体的例子里边 那同样的 his particular problems 不要翻译成 它的特别特殊的问题 它的个人问题 相当于his individual problems 注意这个翻译 本文中是我的个人经历 而不是我的特殊经历 因为本文中看不出 什么特殊啊 对吧 本文中呢 我说我的个人经历 主要呢 是跟这个原油相关 这个 it's largely in OU 这个largely 叫主要的 很大程度上 largely 在这可以相当于 chiefly manly 或者to a great extent extend是程度吗 是跟to a great extent 很大程度上 你比如说 his success was largely due to luck 他的这个成功啊 很大程度上 或者是主要是因为运气 这个largely 有这个意思 文中呢 说我的个人经历 主要都是跟这个原油啊 什么石油啊 跟这个相关的 并且 the search for you 这色是名词了 对于原油的这个搜寻 怎么样呢 那么比他在 比任何的其他采矿行为 在改善 imput是改善了 声孔钻碳 这技术方面 作用多少大 这个do 再加上一个介绍to 或者是后面加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加to do 我应该说 后面加动词不定式的时候 一般表示在某方面 有什么什么作用 或有什么什么贡献 这个结构 是老知识复习了 在新概念三册见过 就do 再在to do something 某些方面贡献 作用大小 咱们先看看作用很大 注意这个to是动词不定式符号 do much to do do a lot to do 或do a great deal to do 在某方面 有很大的作用 或者有很大的贡献 如果没什么用呢 do little to do 在某些方面没什么用 完全没用呢 do nothing to do 就一点用没有了 完全无用 就这么一个结构 咱们复习复习 在新概念三册二十一课 就是丹尼尔·门多萨 这个经典巨型 咱们复习这句话 三册学过三桌童 应该还记得 Though he was technically a prize fighter Mendoza did much to change crude prize fighting into a sport for he brought science to the game 尽管严格来说 他是一个古代的 这个职业的 吃手拳击者 但是呢 Mendoza在把这个 非常粗鲁的 古代的职业群的赛 变成一个体育运动方面 做出了很大贡献 用do much to do 他是古代的人 用的一般过程是did 对吧 为什么呢 for or因为 因为他给这个比赛 带来了科学 这个game不是 这个游戏 是比赛的意思 这个里面很多 值得咱们模仿 首先这个technically 叫严格地说 或者严格地讲 在这不能翻译技术上 严格地说 像technically speaking the whale isn't a fish 严格来说 鲸鱼并不是鱼 鲸鱼是扑入洞 对吧 这严格地说 另外呢 这个 在某方面做了 很大贡献 有很大作用 do much to do 另外change a into b 把a变成b 这个change 跟into搭配 这个搭配 可以把它顺便记住 给什么什么带来了 bring something to 也是固定搭配 咱们顺便来造个句子吧 看能不能把这句型用一遍 尽管严格来说呢 只是一本书 但是圣经啊 在把我们这个粗鄙的世界 变成个文明世界方面 做出很大贡献 do much to do 严格地说 一样可以用technically technically 出比的世界 一样可以用刚才的cru的词吗 cru the world 文明是 the civilized world 就好了 因为它给人类带来了 信仰 faith 人类有好多词像 humankind mankind humanity man 比如咱们文言的humanity 好了 人类不可数名词 咱们看怎么说 尽管 no 它 it is technically a book 严格来说是个书 但是呢 the bible这个书 在哪方面 does much to change 改变 the crude world 加起词 into一个文明的 civilized one 为什么 for it 给我们带来了 brings face to 人类 humanity 好 我们回顾一下 尽管严格来是指一本书 咱最好把名词呢 留给主句 前面用代词就好了 主句是核心信息 no it is technically a book 但怎么样 the bible does much 这个不用过去识了 这现在就是这样吗 每天都在改变世界 does much to change the crude world into a civilized one 就不用说 a civilized world 重复了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它给人类 带来了信仰 所以你看 do much to do 是固定搭配 给什么什么 作用很大 有很大贡献 这个用法 好 那本文中呢 还出现个比较题 do more to do something than another thing 比另外一个东西 作用更大 这个结构顺便 把它记住 do more to do something than something 就比后者 在某个方面 作用更大 贡献更多 do more to do than something 咱们当作固定搭配 可以记记 比如说 新概念英语 new concept English 比其他任何书 对提高我的写作能力 作用多大 对我帮助最大了 比其他任何书 比较及表达 是最高级的含义 咱们复述一遍呗 怎么说呢 这种完成式就好了 new concept English has done more to improve 改善 my writing skills 写作技能 than 其他任何书 any other book 好 咱们再回顾一下 new concept English 这本书 has done more to improve my writing skills than any other book 就好了 本文中也一样 他说这个 对石油的 原油的搜寻 比其他任何 mining activity 采矿行动 采矿活动 在改善 深空钻探方面 贡献都要大 这个 这句话 看到这 接着看下一句 下一句说 when it has been decided where we are going to drill we put up at the surface an oil derrick 这句话别看短 但语法得作严一下 看开语法成分 逗号前面的 整个黄颜色的是 when引导的 时间状欲从句 但时间状欲从句里面 比较特殊 它时间状欲从句的主语 it 是一个形式上的主语 真正主语 是里面牵套的 where we are going to drill 这是被决定的事 所以它是will 引导的 where引导的是 主语从句 它在时间状欲从句内部 做时间状欲从句 真正的主语 这主语太长了 放到句末 在里面用的是形式主语 所以说 时间状欲从句 里面牵套了一个主语从句 是这么一个结构 就是我们要在哪里 钻井这个事 它已经被决定之后 对 看得很清楚了吧 我们怎么样 put up是树立起来了 然后at a surface 是地点状欲 在表面上就地表了 然后呢 一个这个钻井油的 一个井架 这个derrick 就大高的铁架子 钻井的这个井架 这个意思 你发现这个地方 发生了语序的变化 为什么呢 正常语序是 we put up an oeo derrick at a surface 我们在表面上 树立起一个井架 那为什么 要把这个地点 作用at a surface 前置呢 这个主要是会突出 这个 oeo derrick的重要性 因为我们说 在地表 这个并不是核心信息 那肯定是在地表了 不可能在地底 地表树立一个井架 oeo derrick 我们知道 在一个句子里面 锯手和锯末 是两个关键性的位置 我把这个井架放到锯末 是不是进一步 突出了这井架的作用呢 而且放到锯末 还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就引起下一句话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井架 刚好是成上其下的 因为下一句话 描述的不是地表 描述的就是这个井架 你不如先看 我们看下一句 下一句开头是不是 it has to be tall 这it指什么呢 不就是这个井架吗 井架必须得很高 所以把他风的锯末 改变语序 第一个突出了井架 这个重要性 第二个 是不是跟下一句话 两管感更好的 形式上搭配上更圆容了 指的就是井架吗 必须很高 就好了 这个语法成本来看一看 这里边有一个词 注意注意一下 这个put up 是熟实 树立起来 put up可以换成set up 或者是erect 使直立上去 使直立起来 竖起来 在这么一个 好 在地表呢 再竖起一个井架来 这个下句话比较难 他说 it has to be tall because it is like a giant blocking tackle and we have to lower into the ground and haul out of the ground great lanes of drill pipe which are rotated by an engine at the top and are fitted with a cutting bit at the bottom 这句话又是比较复杂 咱们得仔细钻印一下 语法成分 这个比较难 咱们看一看啊 这个 其实这中间手连次and 引出两个并列句 中间 就第二行中间 这个and 连接两个并列句 第一句话的主句 就是 it has to be tall 它必须得很高 因为上一句话末尾 就是 oh you derrick 这个it当然是derrick了 这个井架 必须得很高 为什么呢 这个because引导的 当然是一个原因双语充句 因为呢 它像一个巨大的滑轮组一样 block and tackle 就省力装置滑轮组 这个在阅读阵题中 也偏偏出现 giant 就巨大的 它做名词可以表示巨人 并且呢 and 并列人次引出第二个并列句 we have to 我们必须得 你注意这句话中 两个位移动词 都是极无动词 第一个叫lower 把位置放低一些 第二个是ho 用力的拖拉拽 慢慢的 就是这个拉拽出来 但得注意 这两个 极无动词后面 都没有加冰语 都是先加了一个状语 第一个 是把它伸入到地下 第二个 从地下拉出来 into the ground 和out of the ground 都是地点状语前置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lower和ho 都有冰语啊 把什么东西放低 那东西在哪了呢 那只好往后找了 我们在两个这个 介绍短语后面 终于看到了黄颜色的 great开始到巨末 长长的名词短语 分别做的是lower 和ho 它们的冰语 你看这个冰语 为什么往到后面呢 一个很长的 一根一根的钻管 大家注意这个length 在这不是长度 是量词 一根一截 一段 这一根一根的钻管 很长的钻管 这个因为它后面 挂了一个定义从 就画横线的部分 which 一直到巨末 只是定义从 去修饰这个钻管 这样一来呢 就使得这两个 极物动词的 并语太长了 而这个状语 低点状语 into the ground out the ground 相对就短得多 所以并语后置呢 有效地避免了 头重矫情现象 而且并语后置 还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并语后置是不是 使两个极物动词 共用同一个并语了吧 如果你非要把这两个并语 分别放在lower和ho 后面 不但头重矫情 而且特别啰嗦 所以你看这英语句子 真是一个半文半理的缺课 文科填在 它优美 它传神 李克田在像数学公式一样 你看这个并语后置 就好比咱们公式里面 提供因子一样吧 对吧 两个动词 共用同一个并语了 你看不但避免头重矫情 而句子特别简洁 好 这定义层语里面呢 which 当然在定义层语里面 关系代词 当主义 它是这个修饰钻管 这钻管怎么样呢 被装在顶部的一个 马达发动机 带着它旋转 我们这rotage自转了 对吧 并且呢 在钻管底部还被安装上一个切磕钻头 但是这个定义层句呢 太复杂太长了 我们中文中 一般不喜欢用这种复杂的牵涛结构 咱们中文早就讲过是竹子结构 复杂的定义层句呢 咱们的大叔砍成竹子 一截一截的 对吧 我们必须 看怎么翻译啊 我们必须把很长的 一个一个钻管 伸入地下 再把它们从地下拉出来 逗号 钻管的顶部 安装用马达带动的旋转 逗号 钻管的底部装有切磕钻头 句号 看到了吧 是不是又当着并着句 翻译就通顺了 但音乐中牵涛在一块 就好了 这个句子是个重点句 你看我们特别 看一看这里边 正常语句 刚才说的是这样的 We have the lower grid lines which are rotated by engine at the bottom and are fitted with a conduit at the bottom into the ground and hold them out of the ground 你看这特别费劲 第一个脑袋太大了 毕竟你后面还得再重复一遍 然后后面还有个them 再重复一下这钻管 就无比的啰嗦了 对吧 所以构成本文中这个结构 干脆我把这个 into the ground out the ground 放到前面去 并语直接后置 避免头中矫情 同时两个动词 共用同的并语 这是非常经典的 一个好句子 咱们造几个句子 试试看 试试看 看能不能用上 看这句话 我说 请把我们急需的那个软件 从网站上下载下来 然后呢 通过email再发送给我 你注意到 这句话同样有两个微动词 一个是下载 一个是发送 但它并语一样 都是我们急需的那个软件 这个并语比较长 我们急需的 这个定义里面有主语有畏语了 所以咱们就定义从据 来修饰软件 这样构成并语很长了 然后你看这个下载和发送 它都有自己的状语 第一个是从网站上下载 然后呢通过email 然后给我 这都是状语 状语都很短 并语很长 两个动词共用同一个并语 并语后置就用一个就好了 在动词后面先说状语 咱们试试看 Pulling Download先加状语 From the website And再说第二个动语 Send先说状语 To me给我 再加第二个状语 By email 什么东西呢 加定义 The software 再定义从据 Of which we are in urgent need 好了 你看这个句子跟我们刚才在课文中的句子如出一辙 同样巧妙 Download和send 它共同的并语都是我们急需的那个软件 但是呢我们因为这个太长了 所以把这个并语护制了 先说两个状语 第一个是从网站上 From the website send后面两个状语 一个是to me 第二个是by email 都先说 最后说 The software 再定义从去 Of which we are in urgent need In need 就需要了比较文气的搭配 但注意 我们在书面中 如果关系代词做介词并语 咱们一般情况下 习惯把介词 放到关系代词前面去 而一般不说成 Which We are in urgent need 有of which we are in urgent need 这是书面也比较正规的一个表达了 好 这个句子我们一看是内行写的好句子 所以我们在以后在苏文中 也拿高分 不但要写的对 而且要写的好 写的地道 这是我们学新概念三四色的重要目的之一 这个轻松容易冲出高分来 好 再回到句中 再回到句中 我们看那个很长的一根一根的钻管 这个length 大家注意 不是长度 是量词一根一结一段 一根绳子 a length of rope 不是绳子的长度 是一根绳子 是量词 这种量词特别多 我们多看几个常见的 比如说 一根绳子用它 a bar of chocolate 叫它一把儿巧克力 因为chocolate这个词呢 不可数名词 一把儿巧克力 a bar 长条的一把儿巧克力 还有呢 a loaf of bread 一个面包 这个面包本身bread是不可数名词 一个 可以用a loaf of bread 加一个量词 还有呢 and a cone of ice cream Ice cream是冰淇淋 cone呢 是圆锥体的意思 圆锥体叫cone 那我们不是本文中生词中 有圆柱体 叫cylinder 但是cone是圆锥体 一个圆锥体的冰淇淋 就我们说一个蛋卷 冰淇淋 cone也类似两词了 还有呢 a bench of grapes a bench of bananas 这个bench 是一堵入一串 这个意思 就很多东西连在一块儿的一堵入 a bench of grapes 叫一串葡萄 一堵入葡萄 对吧 a bench of bananas 叫一把儿香蕉 类似于一个量词了 同样的英国人读成bananas 每个人读成bananas 都行 一堵入一串一把儿 还有呢 像a cake of soap 叫一块儿香皂 cake是蛋糕吗 这是四四方方的这么一块吗 所以一块儿香皂 所以soap也是不可说明词 还有呢 像 这个 一道闪电 a flash of lightning 或者a boat of lightning 这个flash 表示突然间发现到强光 bo 就是细长条的这么一个 叫一道闪电 我们分别来读一下 a flash of lightning a boat of lightning 这一道闪电 同样的 类似的一声 雷声 一声炸雷 peel是轰鸣声 这个意思 雷thender是不可数的 所以apeelthender就可以加a了 注意不要跟果皮那高痕咯 果皮是peel 这是peal 表示这个轰鸣声 巨大的声音 是这么来说的 还有像我们三侧见过的 一阵风 a gust a wind 风是不可数的 但一阵就可数了 还有呢 一块儿窗玻璃 a pane of glass 这个glass 表示玻璃杯可数 表示玻璃是不可数的 但加上两次 peen就可数了 就这长方块的 一块儿窗玻璃 叫a pane of glass 还有呢 像这个一树鲜花 a bouquet of flowers 这是个外来词 后面的t不发音的 我们得一读一下 树 把儿这个词 bouquet bouquet a bouquet of flowers 就我们说 一树花 一把鲜花 可以这么说 那这是加两次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是 在中文中呢 也有量词 但中文中有量词 如果再用形容词修饰的话呢 这个形容词 中国人一般喜欢放在名词前 而不放在量词前 你像我们说 一杯茶 那一杯好茶 咱们一般不说一好杯茶 但在英语中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习惯修饰这个量词 你像我们说 一杯好茶 它叫a nice cup of tea 而不说 a cup of nice tea 一好冰茶 这个注意 这个位置比较特殊 再比如说 一片美丽的原野 a beautiful stretch a field stretch 一大片的意思 它说 一美丽片的原野 是这么来说 比如说 一潭死水 a stagnant pool of water pou 这个小水塘的意思 它说 一死潭水 stagnant 表示液体停止的 不流动的 这个也顺便可以把它记住 好 我们第一段 郑老师就看到这里 大家一定要好好复习